大家好 下面为大家播报一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施追踪 数据截止是2020年2月22号的15.13分的55秒的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个累计的确诊的这个数量 现在累计确诊是76395 比昨天是上涨了402的 那么累计治愈方面的话是20762 比昨天是上涨了2496 这个累计治愈的话现在也是逐渐的增加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那么累计死亡方面的话是2348的 比昨天是增加了109 我们看到现在死亡的话 人员是每天有100人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数据 我们希望这个死亡的话能够尽量的减少 那现有确诊的话是53285 比昨天是减少了1766的 那这一个现有确诊的话 主要是在这一个治愈方面的话 有些是治愈了 那还有一些是死亡掉了 也是在减少了这个累计确诊 那今天新增的这个疑诊病例的话是1361 累计是5365的现有疑诊病例的 这个新增的疑诊的话 今天是有所增长 多了1300多 现有重症方面的话是11477 比昨天是减少了156的 这个重症我们也说一下 因为这个死亡的话也有一百多 然后重症也有一百 也是减少了一百多 而死亡增加了一百多 那有可能是有部分重症病人的话是死亡了 然后呢 还有一些可能是转到了轻症或者出院了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全国疫情的这个地图 现在目前来说 全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仍然是湖北地区的 那么累计确诊是63454人的 接下来的就是广东地区 累计确诊是1339人 河南地区是1270人的 在紧接着是浙江是1205人的 湖南方面的话也是有1000人以上 达到了1013 目前全国最好的情况 仍然是西藏的 没有再增加的这个病例 只有一例 下面我们看一下新增疫情的这个 新增确诊和新增疑识的这个趋势图 我们看到这个趋势是新增确诊是在下降的 昨天有所一点点的上涨 今天又继续在走下降的趋势 是新增了400多 新增疑识方面的话也在走下降的一个趋势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那全国确诊的疑似和重症的这个情况 那累计确诊的话 这个数据是在缓慢的上涨当中 但是出现了拐点 出现了拐点 那现有确诊方面的话 是已经在前几天已经出现了这个拐点 已经在走下降的这个趋势了 现有重症的话 我们看到也是在逐步走一个往下走的一个趋势 那现有疑似的话 也是达到了一个下降的一个阶段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下面我们看一下累计治愈和累计死亡的情况 那么累计治愈的话是在大幅的攀升 在大幅的攀升每天有2000多人的治愈 那累计死亡方面的话 应该是在增长之中 每天大概有100人左右 我们看一下治愈率和死亡率的情况 那么现在治愈率的话是达到了27%左右 达到27%左右 那么累计的这个病死率的话 是有一点点的上涨 缓慢的上涨在3%左右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湖北的确诊 治愈和死亡的趋势 现在现有确诊的话 湖北方面的话是在下降的 是在下降的 那么累计治愈方面的话 是在逐步的增长之中 累计的死亡 当然也是在缓慢的增长之中 那么非湖北的疫情的情况的话 是现有确诊的话 是在逐步的下降 是已经下降的比较明显 那么累计治愈方面的话 是在逐步的上升 上升的趋势也非常的明显 那么死亡方面的话 非湖北地区的死亡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个情况是比较乐观的 湖北内外治愈率的对比 我们看到这个非湖北地区的话 这个治愈率是非常的明显 非常好 治愈率现在已经达到了差不多60% 那么全国方面的话 这个治愈率是在大概28%左右 湖北方面的话是在20%左右 那主要是全国受到了这个湖北的影响 所以这个治愈率现在还不是非常的高 那么湖北内外的病死率的对比 我们看一下这个湖北内外的病死率的对比 湖北地区的话这个病死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是达到了3%多差不多4% 那么全国方面的话是在大概3%多一点 而非湖北地区的话 病死率是在1%以下 下面看一下武汉地区的话 武汉地区的话其实是跟湖北是非常的相近的 这个趋势 然后非武汉地区的新增确诊是在明显的下降 全国非湖北的新增确诊也是在明显的下降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 全国各地的这个疫情的这个速报 湖北方面新增的话是366 累计确诊是63454 累计治愈是13557的 累计死亡是2250 那么好消息就是火神山医院 今再出院71人 累计治愈155人 出生第五天的核酸检测层阳性 国内最小新冠肺炎患者全愈出院 黄港医政府食堂除施感染新冠肺炎 波及3万多人 这是假的 这是一条假消息 好下面看一下这个全国方面的中国疫情 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数据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 疫情最严重的是湖北地区 那么其中是武汉市 是新增市314 累计确诊是45660 至于是7206 死亡是1774的 武汉地区永远是全国的这个最严重的一个灾区 最严重灾区 那么孝岗方面的话 新增是两例 累计确诊是3429 至于917 死亡是98的 黄港的话新增16 累计确诊2899 至于是1408 死亡是95的 那荆州等地方的话 现在累计的确诊是少于2000例的 我们就不一一的列举这个具体数据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省份的情况 首先看着一下广东省 今天是增加了6例 是有所攀升了 有所攀升了 我们来看一下是在哪里增加的 是深圳增加了1例 广州增加了4例 然后还有是 赵庆增加了1例 所以广东前几天是增加的比较少的 但是今天突然间增加了6例 累计确诊是1339 至于是720 死亡是5例的 河南方面今天新增了 新增了3例 累计确诊1270 至于是802 死亡是19 浙江方面新增确诊2例 累计1205 至于是691 死亡是1例的 湖南的话 今天也是有2例的新增 累计确诊达到了1013 至于是670 死亡是4例的 其他国家的 其他省市的话是少于1000例 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个数据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逐个看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港澳台方面的这个情况 香港方面的话是 今天没有增加的 累计确诊是68例 至于是6例 死亡是2例 台湾方面的话是 累计确诊是26例 至于是2例 死亡是1例的 澳门方面的话 累计确诊是10例 至于是6例 死亡是没有的 那澳门我们看到 已经非常多天 没有这个新增案例的出现了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海外的疫情 哇 不看不看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现在海外的疫情达到了1404 死亡是达到了12例 钻石号油轮的话 确诊是634例 死亡是2例 韩国方面的话 累计确诊346 346 突然之间一天增加了100多例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形式 在韩国非常严峻 那么治愈的话是12例 死亡是2例 日本本土的话是 累计确诊是103 也是有所增加 治愈是1例 死亡是1例 新加坡的话 累计确诊是85例 这个治愈37 没有死亡的 泰国方面的话没有增加 其他国 美国方面的话是增加 确诊到34例 这个也是增加的 弧度比较大的美国方面 那么治愈13例 这个死亡是暂时没有 马来西亚是22例 累计确诊 然后治愈15例 意大利是20例确诊 死亡1例 没有治愈的现象 其他国家的话是 现在暂时少于20例 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这个数据应该有一些 没有更新的 像澳大利亚 原来是15例 现在最新的情况是 增加了4例 应该是19例 达到不是17例 下面是其他国家的一些情况 这里 黎巴嫩这有1例 黎巴嫩是一个小国 现在也有发现1例案例了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一些批谣信息 第一条 俄罗斯科学家验证新冠病毒 为人工合成病毒 这是一条 聊言 请大家不要相信 第二条 聊言是 10年前陈国生就预测预言了新冠肺炎的爆发 这也是一个谣言 并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 发布的一个消息 第三条 美国14000多流感死亡者部分时以新冠肺炎 这也是一条谣言 请大家不要相信 这是一条谣言 这一条是重复的 10年前的这个预言 知网 现实免费赠送论文 查诚券 这个也是一个 谣言 请大家不要相信 今天这个谣言信息 有重复的情况 好 今天我们的播报就到此结束了 欢迎您的收听 希望您给我们点赞 关注我们的账号 我将为您实时报道 最新的这个疫情的进展情况 谢谢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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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